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虹 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一个辞旧银行的片子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看2020年 然后展望一下2021年 可是就是这个一眨眼 2021年都开始十天了 2020年还没有回顾 所以今天一直是想补这么一个片子 作为一个心愿 因为我觉得2020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呢我特别想 就是这个有自己做视频的这个机会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这 那么今天呢我就找到这个时间呢 我就特别想这个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2020和我对今年这一年的新的展望 那么2020年对我们家庭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 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哎呀来自于中国困在澳洲啊 这个就回不去 那么生活也是就在寻找怎么样适应这个变化 怎么样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落脚 能够扎根能够生活 我觉得从表面上来说 2020年我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也是天地之道吧 大自然用它的这个强有力的方式啊 就让我们这个很越来越沾沾自喜 越来越骄傲的人类呢 给了一个下马威 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的这种深藤当中啊 就觉得人类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 所向披靡没有什么干不了 可是大自然就是用这么一个病毒 就把全世界的人类治的夫妇的啊 那么我想也是真的是天地之道 确实是在2020年之前 我想真的生活真的是太繁忙了 我们家也是 就是我和我的丈夫就是工作上啊 打多说的时间 很多很多的时间吧 就是在飞机上来回来回来飞 嗯 在家庭里的时间呢 就是我们会在周末啊 或者是最必要的时间在家里陪孩子 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忙碌啊 那么不能说在瞎忙 但是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没有向内寻求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这一年呢 让生活戛然而止 2020年 不是说无事可做事 不知道该去做什么 因为你不能出门 一般来说往工作的一些形式 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 那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呢 就被迫 就你必须 你要安静下来 然后你要去思考 我眼前的道路该怎么样的去寻找 去追寻啊 当然了 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无论是事业的机会啊 还是有一些 很多看得见的价值吧 就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失去了很多 可是我们静下来一想 2020年 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反而在这一次危机当中 真的获得了生命当中巨大的转机 非常非常感恩这一年的这个变化 就是因为啊 一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在一个非常逆境的一个状态 非常一个不同于往常的这个舒适的生活的 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你就会思考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转变 就像王安石说的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太对了 我们以往在自己的认为 自认为是很成功啊 很 很光鲜的这个生活里面 很久就觉得哇 自己无所谷的什么 然后 啪 到了2020年 这么一个大 全世界一个大转变 哇 你就发现你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失去非常多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多 可是反过来我们一下 我们也获得很多 我们大量的时间在家里 然后和一起做饭啊 然后陪伴孩子啊 陪伴家人啊 而且大量的时间呢 向内寻求 向内追寻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 这个我想很多很多的人 我想这个全世界人类 这个2020年的这个思考 可能是在 这么多年来的 可能是最多的 因为你不用出去了 然后 有些大量的工作是无法进行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 说 What's going on 我们这个生活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 我自己 是怎么了 或者说这个社会怎么了 或者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应该怎样调整自己 我怎样去寻求更真实的 更好的 一个自己 那么在 过去的这个 这一年当中吧 我觉得在最近的半年吧 我自己的个人成长 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感恩 一个呢 就是因为有时间了嘛 然后去大量的学习 大量的听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实际上是因为生活呢 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是之前你赖以生存的一些工作方式啊 生存的机会啊 就 碰就没有了 生活在某一种层面上戛然而止 那我怎么样在这个新的环境 新的挑战当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 引发了很多很多思考 那么因为我来到了这个澳洲以后呢 环境完全变化了 不是中国啊 不是我之前生活的那个地方 那么 我到这里来 我身边就是蓝天 树 然后出去以后 一只猫一只狗 我都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 我就会思考说 一个海外华人 我在这个地方 我该怎么生存 我应该 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啊 那么也是非常偶然 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上帝安排好 他就会在 适当的时间 把适当的机遇 或者适当的一些 idea 就 放到你的眼前 让你去 看你是不是可以 抓住这个机会啊 那么也是很偶然的呢 平常我们都是在看YouTube 很多大概 我们从来没有说 去想做YouTuber 像我现在这样啊 都是看别人的节目啊 或者大多数是影片啊 音乐啊 从来没有想过啊 我在这里可以做什么 从来 从来 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激 这个神来之笔啊 这个就是上帝 啪把这个想法 放到我的头上 那么我也是在 很偶然的这个 机会里面呢 就发现 这个里面有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事在发生 哎 他也有一些课程 会教你怎么样去做 嗯 还有 我又听到了 哎 像这种跟网络有关系的 文化传播 假制传播 甚至的 这种像 商业的一些模式啊 什么的 哎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 那么从此呢 我觉得是 大概是2020年的8月份 我开始大量的学习啊 在这个上 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恩 这个机会 就是说 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 小树苗啊 但是我很想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非常非常享受 这个过程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可以有机会啊 面对镜头啊 像这个 网络的世界发声 就是讲一点自己的 人生所得 个人成长 发一点光 发一点热 其实就是 很多正能量的 自己经过思考的一些 真的一些 有价值的思维吧 在这里可以分享啊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找到了一个 特别好的语言 那么 其实我个人的 就是说 我想很多 我的朋友啊 什么也是很介意 在网络上 就抛头露面啊 就觉得是一个 可是我也就这么做了 应该是有很多 想这想那的 后来想 哎 我出去 我做 那么一做起来呢 就非常的享受 而且发现有很多东西可学 而且呢 你在表达自己的思维当中 你就会想啊 同样这个问题 别人是怎么想 来我去看一看 学一学 那么武艺当中 就学到很多东西 那从武艺到友艺 有意识地去寻找 这个成长的营养和知识 那么个人成长 真的是非常大 非常快 而且网络里面 有太多优秀的人 太多 那么都给了我非常好的鼓励吧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非常感谢的几个人啊 一个是樊登 因为我听了他的读书 我每天早晚 或者是白天 我只要在 嗯 做家务啊 或者走路啊 或者一些 靠一些时间边脚 下脚料吧 时间边脚料 来把这个 樊登读书听了 那么里面 我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 嗯 好的思想 因为一般写书的人 他都是把这个 一生半生的这个精华 注入到这个书的里面 然后呢 樊登呢 又把它 嗯 因为书我们平常读起来 说实在的 有的时候经常很难坚持啊 那么樊登读书 他是用听的这个方式 收获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就是日渐 把我的内心啊 变得非常 就是非常充实 非常 每天如果不听一些书的话 就感觉好像心里空空的啊 那么给我注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而且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之前 我在节目里录的一些 嗯 关于时间管理啊 关于个人成长 微习惯 多多少少都是跟 啊 我这个 樊登读书上所学的 再加上我自己生活的 这个体验 所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啊 造成的内容 还有一个呢 我非常感谢 这个Ryan Wu 啊 他是那个 在我们网络上 也是无意中 找到的一个年轻人啊 也是 在这个 social media 是 是我的前辈了 那么你就看到 这么年轻的一个 嗯 一个男生啊 有这么成熟 这么丰富啊 的那个 那个思考能力 学习能力啊 这种思辨能力 还有介绍了 这么多好的书 那么 我觉得 很感谢他 虽然他不认识我 但是他已经是我生活中的 好朋友 那么 还有一个呢 我很感谢我的这个 事业伙伴啊 莉莉亚 那么 也是我觉得是上帝 把我们放在一起 嗯 虽然我们到现在 都没有见过面啊 这个 所以要感谢 social media 把我们 我们就认识了 那么 我们无意当中 发现 彼此在事业上啊 在创业上的这种 内在精神 非常契合 那么我们通过 非常 相似的一些学习啊 因为我们 喜好的 那个 那个 追寻的这个 就是那个典范 都很接近 所以我们也 建立了非常 珍贵的友谊啊 在 彼此都不容易的时候呢 互相有一个 巧有力的支持 这种支持并不是 天外来物 就是讲一个 啊 你多好 这个客气不是 它是实实在在的 非常 非常真实的一种 support 还有一个呢 我很感谢 那个 就是 我的大学的一个同学 那么 那么她也是 就是一个非常高情商的 一个女生啊 她有一种 天然的一个 超然的一个 出世的态度啊 非常有才华 那么也是我 以前学校的一个 校友 那么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智慧的 她有很多智慧的 又很自然的一些见解 而且非常正能量啊 当我觉得被一团 这样的人 围绕的时候 哎呀 我都觉得活得 真的很好 那么最近我又是非常 anyway 我还应该要感谢 自己的家人啊 父母啊 还有我的 我的弟弟 还有我的丈夫 还有我的孩子 在各种各样啊 微小的时刻 给了我 特别多的 鼓励啊 那么最近我又关注到 Elon Musk和 这个 贝佐斯 哇 真的是 是非常努志啊 非常努志啊 非常努志 就是你听到这些优秀的人 讲的那些话 真的是 痛彻心扉的那种 指使内心 他没有汤过那个水 他如果不是在 那种艰难的时候 走过来 他不会讲到 这么精准 这么有力量的话 所以呢我也推荐大家 去看一看 那么 那么2020年的 这种对内寻求的 这个过程呢 就让我 建立了一整套的一个 以前一直没有的 一个学习系统 生活系统 比如说 我开始就是 我不是开始 我现在完全是 这种早起早睡模式 那么晚上大概是 九点 九点半 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 五点五点半 有的时候四点半就起来 那么每天呢 都有不同类型的学习 比如说 凡能读书 是一种学习 然后对这个 网络的一个行销 有非常多种类的学习 那我每天呢 就是非常充实 我所关注的频道 有一方面是 励志的 就是给你内在精神 充满力量的那一种 然后其他是跟我自己 和我的兴趣 相关的一些学习 我觉得我以前 从来没有这么 有规则 有规律的去 组织过我的生活 那么因为 一直在家里面 孩子也都在家里面 那么怎么样 把自己的学习 生活 工作 和孩子 照顾他们 照顾家庭的这个 这个关系 怎么融洽 时间怎么安排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做证 那这个其实是 对我来说是 以前没有这些 因为 所以说疫情很好 它制造了新的矛盾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有新的 对策 那么 比如说以前 家里有阿姨 那根本就不要 不用处理 什么家务 照顾家务 和什么做饭 或者是 清理啊 什么 接孩子上下学 这些矛盾都没有的 那么自己集中精力 就在一件事上 所以不太需要时间管理 而一天就是 做那几件事 可是当你发现 这个生活 又尤其是在海外吧 就一下子 就是事无巨行 样样都要 自己做的时候 你就要思考 就说我怎样 在同样的这个时间里 比如你醒着的 这个六个小时里面 你应该如何去 把自己时间效率最大化 那么我也有了 我想影片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做的这个时间管理 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片子 包括怎么对付自己的问题 比如拖延症啊 我有之前拍的一个 微习惯这个片子 所以种种的这些成果 实际上都是在我这个 过去这个 表面上很awful的 很糟糕的 这个一年里产生的 真的是生于忧患死于爱 当一个人面对大的危机 大的逆境的时候 你就会冲出你的收视区 你就会去改变 就是去想 我该怎么样去 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 活出更好的人生 所以我真的现在想想 我还是很感激 我说这个危机太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 我可能还是原来那个自己 很悠闲 然后东逛逛逛逛逛 很满足于自己的 这个那一点成就 或者怎样 那么现在就是 这个2020年 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有限 让看到自己的这种 有大大进步的空间 而且为自己想要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了非常好的一个 思维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思考非常多 对人生目标 怎么样活出精彩 怎样把自己打造的 更优秀 更高效 都做了非常深的思考 包括呢 我也是 不能叫追求完美 但是我很希望自己 成为一个把家庭照顾好 然后包括也兼顾 一些自己的事情 所以呢 我在家务的这种管理上 对孩子 就是在我以前很薄弱的地方 我都有了非常多的经济 那中国生活的这个 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家庭 都服务 让阿姨要保温化身 那在这里 我们就是 每一个垃圾 都要自己丢 是吧 然后 家庭 我们又是已经 习惯了 每天很整洁的 这种一尘不染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又要 我又要花精力 花很多的精力 要把这些事情做到 真的一开始 那个三四个月 把我和我丈夫累的呀 就是 累的真的是 累的哼哼的 哇天 你也到我怎么 就是每天都在收拾 但是每天好像 还是很乱 我丈夫是属于 超级爱神结 就是 洁癖把她折磨的 就是体无完肤啊 就是 就是到处都必须 横平树枝 一尘不染 闪闪发光 所以造成我们很累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是 大概现在 真的都是接受了 最近半年 我们觉得自如多了 虽然也是做这么多事情 可是 一个是心理接纳 还有一个就是 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的 而且 我觉得 我这样在这推荐一本 日本人写的书 叫扫除道 那么我们真的是 在整理家务的时候 磨练我们的心性 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把它摆得很整洁 把它擦拭得很干净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尘土 我们内心的秩序 也随之而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没有 没有一件事是白白的 就是任何 就生活中任何的一件事 都是有意义的 没有一条道路 是要白白去走的 那么原本呢 就是说在2020年以前呢 生活都是非常 很稳定的 就是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就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收入和效果 2020年这个大危机以来 把我们整个生活平衡 整个就打破了 那就造成了我在这个当中 包括我丈夫 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重新在一个完全全新的 一个地方生存 怎么样去寻找自己价值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大的危机吧 就把人推出了舒适圈 我们就会开动脑筋 然后也是寻找说 我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亮光 什么样的优点 我们去做什么样的事 即使我们可以接纳 时间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还要照顾孩子 当然我们也知道 我们一定会寻找一条 很好的道路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 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 讲过我的背景 就是我的艺术家嘛 这个就是我的 这个收藏艺术家的艺术品 我本身是艺术家 然后自己也是一个 在高校里面教书 也是教了20年 那么所以我在 所以在这做这个频道啊 也是非常 契合我自己的一个 特长优点 我还是觉得 说话表达自己 是我一个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 那么关于2020年呢 就先说到这里 展望2021年呢 我们下次分解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和内容 请你呢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加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